哇 撕出来基本上就跟 薄的跟一张纸一样 特别的那种棉 而且里面不带撕 卖上一些的琴术 跟下来证一下 先先来证点 对 现在证的是 国王正的板栗红薯 这是先证的出来的 有点汤汤汤汤汤汤汤 这个红薯啊 适合吃正的 和煮红勺喜欢 我们叫红勺对吧 对 红勺 我上次人叫红勺 就叫红勺喜欢 叫红薯 来 大家看一下 它特别的那种棉 而且里面不带撕 对对 无精无丝 干 面 甜 它里面怎么有那个茎 干面的那种 还很甜 咱们这个红薯 主要是你看它外面的皮 嗯 对啊 特别薄 外面皮 大家看一下多薄 对 撕出来基本上就跟 很薄的跟一张纸一样 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话 国王的是泥土地的红薯 碱性的话是 PH7.8 咱们这儿 国王的红薯也又种植了 有一百多年的一个历史 所以说吃起来比较 干 面 甜 这是咱们的 国王红薯的一个特点 我为什么来找到 这个红薯 就是因为我们家每天早上 我们家人很爱吃玉米 和红薯 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家 我们家也是老人多嘛 然后呢 我们都要吃些粗粮 早上吃后 吃一点粗粮 对 喝点宝骨子啊 对对 或者吃点这些东西啊 对在神迹多好 嗯 我们陕西人是这样子的啊 早上喝粥 下午喝粥 中午吃个面 或者是米饭 对 咱们这红薯 这缠粮一年 能有多少 应该很多 我们现在 基本上要能在 将近五千冬左右 的缠量很多 咱们的周边 也都是我们的 全都是种植的 红薯基地 可以去我们地里 可以看一下 先挖一下 来咱山西 抱起挖红薯了 那里老天爷 那里老天爷 那样 我的天 嗯 好 这个瓦的好 这感觉跟赵老鼠一样 这就是买山西的琴树 买山西的琴树啊 里面是糯的 棉的 甜的 大家也能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原产地 我们自己 陕西宝鸡的 红薯是什么样了 还是一样的 在我的直播间 0.01元的价格 我先给大家放福利 先给到大家 先大家了解一下 陕西红薯的 是什么样子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 以后帮我们大力的推广一下 让我们陕西的红薯 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你接收到的这个红薯 表皮都有一点点的泥土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皮太薄了 我们无法在我们这就给你作为清洗 然后包装打包 然后运输 肯定是上面带着一点泥土的 就是害怕破坏它这个表皮 因为我们这个皮确实是太薄了 需要您自己在家里清洗 然后你自己在做蒸煮啊 如果你收到了我们的这个红薯 请您立刻把它打开 然后在家里进行晾晒 对 不要让它受吵 这次来到宝鸡国王镇 我很开心 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陕西人 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来到过宝鸡 秦鼠在宝鸡国王镇 有着一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是这里的王牌产品 真是黄土不亏勤劳人 这方黄土是我们陕西的瑰宝 种出了如此香甜软糯的秦鼠 也种出了养育我们的五股杂粮 同时也影响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的我们 勤劳 瀑士 铁骨蒸蒸